对面有多少人 1300人加500多人 我们有多少人呢 324个 打不打呀兄弟们 打必须打 谈他们 虽然咱们的人数要少很多 但是我们的人全是精锐部队 一共有三个兵种 第一梯队手拿巨型盾牌的剑士 从下道上都是武装到了牙齿的 第二梯队远程单位攻卢手 看上去非常的帅气 但是再帅也没咱们的第三梯队帅 身披黄金战甲的骑士 手拿长矛 看上去非常的华丽 我绝不会动摇 好的那么接下来为了能够抵挡住2000大军的进攻 咱们把这群剑士给排成一个圈 然后在圈里面再放上弓箭手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防御阵型 那么至于这些骑士应该放在那呢 要不这样吧 我们先把这些骑士给隐藏起来 待会等敌人发动进攻的时候 咱们才从他的背后搞一波偷袭怎么样 好的战斗开始 我们的防御阵型已经展开了 敌人的大军也气势汹汹的向我们涌来 作为一名将军 咱们先冲上去观察一下敌情 我去这边一大波骑兵 这些向我们袭来 不过问题不得 他们应该冲不进去吧 好像是一群骑射手啊兄弟们 我们先用手上的飞刀消耗他们一波 小李飞刀 没打中啊 再来一刀 躺下吧你 这只是敌人的先头不对啊 我们这也扛不下去的 哇后面还有一大波攻击手 对着我们的阵型持续不断的射击 你这是准备把我们消耗死吗 是时候派出我们的骑兵部队了 来来来 所有的骑兵跟着我冲过去啊 冲击他们的弓箭手队线 即使敌众我寡 我将你的万军从中去敌将手机 我砍 我再砍 这边的骑兵开始我们贴身肉搏了 应该是弓箭消耗的差不多了 不过话说啊 咱们的精锐部队啊 擅长的就是近战啊 这些骑兵论近战应该不是我们的对手啊 完了完了 看到我们中间这群弓箭手啊 都已经被射成塞子了 你们别站着不动啊 你们在干嘛 哦我知道了 这是弹药给用完的嘛 与其在这里等死啊 不如放手一搏 没有退路可言了 所有单位给我冲啊 这些人不讲武的 想用弓箭手就打败我们 咱们就不吃你那一套啊 非要和你们贴身肉搏 封火连三月 加速比万金 你是要自由 还是要封火加息 可以看到咱们打着打着 逐渐夺回了优势 这个时候战斗已经进入了高潮部分 成败再次一局了 这个时候我也坐不住了 直接下马 我就想问问 谁敢和我打一打 完了完了 他们绷不住了兄弟们 看到没有 想跑 你当我这里是公共厕所嘛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神神追击 这些贼人 休想从我手中逃脱 来来来 上马 继续追击敌军 这些家伙还跑得挺快的 都跑出地图边界了 算了算了 暂且放你们一码 看样子经过我们这场战斗 我们的视频变得士气高着 看这位小姐姐 都被剑给射成塞子了 但是屁事没有赢 赢了赢了 知道赢了 不要太激动 好了兄弟们 那么这期视频结束 喜欢这期视频的 点赞点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by bwd6